大家好,我是艾伦大叔 近年来,各队所补强的洋将皆是以投手为主 因此,洋头的表现常常成为各个球队战绩豪坏的关键 目前联盟的投手排行榜前十名 除了富邦汉将的陈氏棚外,清一色都是洋头 大叔之前曾介绍过,五一队的洋头三本柱 圣骑士、布雷克和罗昂 这次大叔要来分享的是中信兄弟的四位洋将 艾斯特、蒙登、德宝拉和克迪 以及另外两位还会登上一军的洋将 像骑士和夏摩利的目前状况 艾斯特目前出在十九场,拿到十胜失败的成绩 圣头处排在联盟第二,仅次于圣骑士的十一胜 也是中信兄弟最多圣头的洋头 总共投了108.2局,仅被敲出95只安打 ERA是2.567 还在联盟第七,被打局率2x37 K9值8.6 ERA Plus 140 主要的球种是四逢线直球 Sweeper 卡特球 和变速球 四逢线直球的使用率大约41% 被打局率2x30 直球极速可以到达151公里 均速146公里 艾斯特最拿手的Sweeper 使用率大约26% 被打局率2x39 也由于他的Sweeper有着很不错的横向变化 打者的挥攻率高达35% 艾斯特有一半的三阵是用Sweeper取得的 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球种 卡特球的部分 使用率約22% 但被打击率是偏高的3x14 或许是因为他的卡特球球 球速不够快 而且变化幅度也不够大 无法对中值产生很好的效果 另外他还有一颗不错的变速球 使用率只有10% 但被打击率仅仅只有1x25 蒙登目前初赛19场 达到8胜300 总共投了115.1局 是目前中信兄弟 吃下最多局数的投手 被敲出了98只安打 ERA是2.887 还名在联盟第8 被打击率是2x33 A9值7 ERA Plus 128 他会使用的球种还蛮多的 有适逢线直球 卡特球 曲球 滑球 和变速球 适逢线直球的使用率 大约34% 被打击率2x40 急速可以到152公里 迅速144公里 卡特球的使用率27% 被打击率2x1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蒙登的曲球 因为变化幅度大 打者的挥通率高达32% 常常被蒙登拿来当作决胜球使用 使用率约15% 被打击率2x27 卡特球的使用率13.8% 被打击率只有1x77 挥通率也是不错的26% 变速球的部分是他被打的最惨的一种球种 被打击率接近4成 所以比较少用 使用率大约10%左右 德宝拉的部分 在7月底的时候 因为家中有伤势 返回了多明尼加 暂时被放在二军 在这之前 他出赛了13场 拿到了6胜4败 总共投了80.2局 被敲出82支安打 ERA是3.57 被打击率是2x65 K9值6.5 ERA Plus 104 虽然他的压制力 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 还是可以搅出 高于联盟平均水准的成绩 他的主要球种只有三种 是逢线直球 曲球 和变速球 德宝拉 主要是以适逢线直球为主 使用率接近6成 今年急速有到151公里 均速145.5公里 被打击率是偏高的2x88 他的曲球 使用率约27% 被打击率2x15 是他压制力最好的一种球路 变速球的部分 使用率14% 被打击率是2x79 克迪是6月初才登陆到一军的羊头 目前出赛了7场 拿到了三胜二败 总共投了44局 被敲出39值安打 ERA 2.455 被打击率2x38 K9值是6.8 ERA Plus是151 他出赛的这7场比赛 只有两场没有投超过6局 10分也都压在3分以内 表现得很不错 会的球种也是不少 有适逢线直球 卡特球 曲球 变速球 按滑球 与蒙登会使用的球种都相同 适逢线直球的使用率36% 低速可以到150公里 均速112.7公里 是四个羊将中均速最低的 但被打击率仅仅只有一成 他的卡特球使用率是28% 也有不错的压制力 被打击率只有一成43 曲球的使用率约15% 被打击率是3x33 变速球使用率11.6% 被打击率则是高达4x29 这一点跟蒙登有点像 变速球完全无法威胁中职的打者 课题滑球的部分使用率则是10.3% 被打击率2x79 这四位羊头总共为球队贡献了27胜 超过了球队一半的胜场数 即便今年的几位主力牛棚投手 表现得不理想 还是能让中信兄弟持续保有很不错的竞争力 在俄军的两位羊头 像摩利与像骑士 像摩利的部分 我想球迷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去年4月因为左手肘肌腱撕裂伤 完美做手肘韧带致患手术 一直到今年6月才再度在终止投球 在俄军的复建赛中 总共投了11.2局 被敲出13支安打 标出13k K9值是不错的11.3 ERA3.086 但是在复建赛的过程中 还是有遇到手部肿胀的问题 还需要持续观察他的健康状况 所以在831的羊将大线 应该是会被排除在外 另外不禁的像骑士虽然已经34岁了 但是拥有大联盟的资历 也曾在韩直和日直打过球 2019年还曾在韩直拿过17胜的成绩 是一位十分有经验的投手 过往直球级数可以到达158公里 即便现在的球数已经不如以往 但是去年在3A的均数 都还有149公里的水准 在控球方面 他生涯平均的BB9是2.9 所以基本上他还是有机会在中值生存的 目前他在俄军仅投了两场比赛 总共投了6局 被打出6支安打 送出5K A9值是7.5 ERA是3 但由于目前出赛的场次也还不够多 还需要再多观察他的状况 目前距离831羊将大线的时间 越来越近 让中信兄弟即将要面临到 五选式的困难抉择 德宝拉 克迪 还是象棋士 会被淘汰呢?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 今天大叔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